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儒家的三宝是智人勇 老子根本提出来 所以佛家借用老子的这三宝 把佛法僧称为三宝 一提三宝就想起佛法僧 真正的提出三宝的是在老子那时候他提出来的 约辞 约简 约不敢为天下先 这就是谦 谦虚的谦 雌固能勇 雌才能勇敢 你看小猫非常怕狗 但是它生下一堆小猫的时候 狗呀 这小猫就拱起背来 要跟狗斗 为什么 它慈爱 所以雌固能勇 简固能广 我们能够减省时间 金钱 精力各方面 我们不浪费 减就是不浪费了 你减不浪费的话 我们就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我不是老抢先 则能弃生气掌 人家反而推举你 老子后来说 金舍思切勇 舍简切广 舍后且先 败矣了 你现在没有词 可是你有勇敢 你没有简 可是你扩张那么大 你不能够做领导 你不是退后谦虚 你反而一泄抢先 让人家讨厌你 就死悄悄了 老子 所以道德进这些好东西呢 就在这儿 所以真正提出三宝的是老子 佛家进来以后 把佛法三称为三宝 这是说来 是真呢 实实在在呢 儒家也有三宝 就是智人勇 所以这一些呢 我们知道三宝弟子 代表的是中国的三大文化 都有三宝